港隊在今屆巴黎奧運 獲得兩金兩銅的佳職 一班港隊代表 星期三坐雙層巴士巡遊 和市民一起分享獲得獎的喜願 他們早上10時15分 在沙田香港體育學院上車出發 不過今天天氣一般 有微雨兼且大風 江文慧、何思培等運動員 唯有一路坐車一路整理而用 巴士巡遊途經大維港鐵站 尖沙咀和中環碼頭 最後去到天馬公園 一路上有不少市民 冒雨夾到歡迎 他來年輕的臨時 都說到天馬公園 連青島人看起來 全天都看起來 最令人견中 最令人討論 霉港人的航班 也覺得很幸運 因為我住來附近 很幸運 他竟然來到大維粉夜站 我來捧回他們一次散場 多謝你為香港創出一個成就 都很開心 很極了 今天幾點過來 應該九點多就過來 有少少雨 剛才又停下雨了很多 早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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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是中皇 会呐喊尖叫 香港加油 狮子餐精神加油 我想先到中楼来打下卡 然后紧接着坐天蝎小轮 跑到中皇码头和天马公园 想再继续追新 香港万东俊加油 运动员大约11点多 来到立法会大楼门口 同一众议员拍大合照 天马公园外面的粉丝也很热情 还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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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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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队代表团大约在中52点多 结束巴士巡游 他们之后出席分享会 同学生交流参加奥运的经历 好 预备 特首李家超也在礼宾府设五宴 表扬港队成员的结出成就